以货报有状况 警方骑着机车赶到线上 因为有一辆公车 传出乘客 机动闹事 搭到司机也太危险 原本故意是开在国道上 但没想到换办法发生状况 因此是立刻瞎了交流道 停在路旁 通知警方来处理 事情发生在19号上午9点多 台北市中山区 一辆从林口开往台北的公车 当天原本好端端的开在国道1号上 一对父子坐在司机的后方 但35岁的儿子却情绪激动 开始乱砸东西 甚至喊出危急全车安全的字眼 过程中不止打到乘客的头 也砸向驾驶员 有些公车或是国道客运 会设置骚扰通知灵 伸张仍是下车灵 好方便驾驶在开车的过程中 直到乘客需求 但像这回车内闹事 又在高速公路上的话 该怎么办 驾驶员毕竟在高速公路行车 也是非常的要注意安全 只能用车内广播先安补一下 我们的SOB是请车辆停靠到 请去闭车弯 或是说有一些安全无疑的地方的话 我们就会请驾驶员停靠在该地方 然后请警方过来协助处理 一般于的状况 驾驶员都会有SOB 以避免影响行车安全 有乘客年后开工第一天 连公司都还没到 就在车上遇到这一出 吓得直函好险大家反应快 才没人受伤 TVBS圈 吴俊宏 叶俊台湖的哦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